今年夏天气温炎热 不仅人们要小心热伤害 苗栗县公管厢红枣也因为高温面临重重危机 东方果实营数量进入高峰 比往年同期还多 农政单位呼吁农民加强落果清源以及生物防治 才能够减少红枣结果期的危害 时间来到7月 公管厢红枣进入采收期 但是天气酷热 使得东方果实营大爆发 枣农使用生物防治法 喷上甲鸡丁香油的黄色幼稽盒 一打开来满满的虫 丁香油是抓公的 酵母球是抓母的 然后还有一种年纪 公的母的就抓得到 这有抓到 这抓到三只 这个就是 这上面也有一只 这前几天才换的 近几年公管厢红枣果园 饱受果实营危害威胁 尤其是进入结果期时 果营会进入果实内产卵 吃掉果肉 造成果树减产 公管厢农会协助 农友防治 并在果园内监测 统计果实营的数量 发现今年数量比往年 多出了两三倍 不管我们很积极 从4月开始 我们就用公共防治 但是整个气温这么高 所以我们监测的结果是 我们去年到7月底 数据才几百只 那我们现在就是到今年3月 因为整个气候比较异常 就有一些数量有起来 我们用一个耳机 然后紧急做一些防治 那我们会密切监控 我们果实营的情况 苗栗农改厂表示 防治东方果实营 主要是利用生物防治 诱杀以及清源等三种方法 产销班也提醒班员 发现落果立即清源 是最重要的工作 这样才能避免果实营滋生 也减少对目前进入结果 采收期的红枣源的危害